字幕提供 新人透視又來了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又有齋sir在此 子彥 字幕提供 除了齋sir以後還有一位中大同學 精凝 講五居總辭 現在民主黨是五居總辭 民主黨是五居總辭 另外公民黨和社民聯就五居總辭 那怎樣呢?齋sir在這裏 當然支持齋sir 特地為了五居總辭來講一下 跟大家 要繼續考慮的問題 我現在體會到的問題就是 民主黨 整班都變成了plastic man 或者plastic woman 我講明 我不是說粗口 不是說L99 那些 那些 我是覺得好像用回 所謂食了三醉青鞍 即是他的人好像 膠膠地 他都好像不懂得反應 即是他完全沒有了那個 所謂政治思維 為何會在現在這一刻 他們竟然都會在不斷 提高價碼 在這裏叫 如果你現在五居總辭之後 是不是就準備二十三個 如果是我就一定不下水玩 現在其實只有公民黨提 社民聯也沒有提過 社民聯也沒有提過 這件事絕對當然是可以談的 你說下水你可以暗中跟他談 你為什麼要對著記者和將人在說這些廢話呢 那你會好像不斷提刀鑑 然後說我不下水玩 那我在電視面前都呆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民主黨 是不是被曾蔭權那個 我要打一份好公園 然後傳染了他呢 B病毒 我從我的角度就很難跟他說 就算我是民主黨的 不要緊 你可以說的 你是獨立的 我是獨立就說回 我自己就是他講了我的話 那我怎麼講 我講什麼 你收到民主黨的爆料 沒有什麼爆料 其實說來講 都是大家看電視 譬如前天 《Now》裡面 《時事傳方偉》的節目 都要看的 雖然我們不會有廣告衝突 那大家看看 那個論述就是 你遲了 是不是要逃跑呢 如果輸了之後 然後怎樣呢 沒有了否決權 其實說來講幾個點 你怎麼回答呢 其實很簡單 你知道現在的一個局 就是你的否決權 你唯一又是繼續重複 2005年那一次而已 但那一次你都沒有什麼運行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 你一群人不逃跑 你只是就範 是等死的 被他陰乾的 因為現在那個 所謂政改方案 大家應該很明白 現在經過一輪分析之後 大家都很明白 來龍去脈 首先NBA分析了 你根本是一個要命的方案 是擺明你民主派來打的 就是不讓你可以重複出現 2005年那個特… 就是要故意做不到你 所以在過程中 他是把小圈子選舉擴大了 擴大小圈子選舉 其實這個所謂的區議會選舉 其實是擴大小圈子選舉 你想想這樣的事情 連阿菲哥都會說 你想想 大家可以看著 你民主黨 你否決他又不是 你不否決他又不是 你還有什麼好行呢 你來到這個歷史時刻 你民主黨應該去年 你成班入立法會的時候 是有想定你要面對2012這個政改諮詢的 其實你應該是想定 其中一個可能性 你要辭職的 你有什麼理由現在告訴我 哎呀我沒有準備 這樣 嗯 好 我覺得我要玩何俊仁上身的節目 才好看 你試一下 試一下 好 上身 好 陳博士就是這樣的 其實民主運動 你雖然可能覺得 這幾年都沒有什麼做事 沒有什麼進步 但是最少民主黨 在這個十幾年裡面 是守著沒有倒退 反倒退 我們雖然是不能夠有 尺寸的進步 但是 你看到 我們是維持著 我們的人權 自由 這個其實是靠你 維護的嗎 其實是靠香港的法治維護 你民主黨這十幾年做了什麼 逐點說什麼 你是被污水渠過 然後被領會過 然後被所有這些 官商勾結的東西過 你民主黨這麼多年 03年之後 我已經不投民主黨 就是因為很生氣 根本上那時候 已經叫你為了23條 這個就是影響香港人生活自由的那件事 你那些人要總辭 你那些人就不去總辭 靠我們五十萬至七十萬出來走 才能保住我們現在的生活自由方式 你說是你民主黨保住 真的要講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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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生氣 真的要講 真的要講 好害怕 再上身再講 好害怕 好害怕 那你是否認了實有 逃跑主義 你這種五區總辭 這次是華叔上身了 形成這種 除退的風氣 將香港變成新加坡化 好像那時候的反對黨 等於李光耀的回憶錄裡面寫 是不是 變成反對派 全都散了 全都散了 造成完全新加坡化 其實這種是不負責任逃跑主義 喂 如果你是華叔 我一定要跟你說 我對你非常失望 我沒有想到這個 就是支聯會 我是華仔 華仔也好 華仔我也很失望 我對你那個支聯會主席 你是支持六四的 是 你說這種話給我聽 你不要嚇我 什麼叫逃跑主義 你現在就是逃跑主義 你現在什麼都不做 你就說人家逃跑主義 好了 你的問題 我什麼時候說學新加坡 你不要拿這麼遠的例子來跟我說 你如果說 好啊 就算現在遲了 就算十月 甚至全部 二十三個總辭了 輸了之後 沒有說你二零一年之後 不可以全部回去再選 其實這幾年你就蝕了 這幾年你就蝕了所有的資源 民主運動 民主運動基本上是沒有資源 民主運動從來都不是靠資源 其實民主運動從來 其實是靠一些人打拼出來的 你這些人吃得太多政府資源 吃到一個地方吃猛了 你現在就靠資源去搞民主運動 你看一下外面街 你問一下那些 那些什麼 全部啊 或者影響者 或者 Vartifist 他們什麼時候是靠 靠這個政府給的資源 但是陳博士你所說 全部都是小總團體 是啊 人家小總團體都把你打拼到 但是大眾的市民 是不支持總辭 現在看明報很清楚 大半市民 你就是大半市民 那好吧 如果你就算大半市民 是不支持總辭 給他一個機會 給他一個機會 給他一個機會去表達 你真的總辭了投票 那些人不出來和你投票 現在民調做得很支持 那就死得眼閉了 是啊 民調就很支持雙普選 民調很清楚 在過往陳太和這個議題 如果你是代表華叔 或者你代表任何泛民 我一定要講清楚 這個是證明你 作為香港人 真的不明白什麼叫民主 我也不明白 但是我們去外國久一點 這時候就開始發現有一點點有趣 民主的最後 就是一定要給一個機會 民意自己去表達 不是你自己代他說 五居總辭的特別地方 就是因為香港整個憲制民主 不單止是基本沒有普選之外 是沒有公投機制 其實這個本身是香港的 所謂憲制民主 裡面一個極大的缺陷 現在這個極大的缺陷裡面 讓你看到有一個位置 可以等一個變相公投下去 你不去把握 去用一次 證明公投是有用的 公投是應該要做的 博士 你是一個知識分子 你知道這個不是一個真正的公投 不是真正的公投 是對的 就是要靠你華叔 靠你民主黨自己參與樂場玩 盡力令它變成一個公投 不是輸打贏要 其實如果你去看社民聯的說帖 你不是退了黨嗎 你不是退了黨嗎 退了而已 我叫你去看那裡不以人廢言 那裡其實都是我寫的 好笑 但是你可以去看那裡不講清楚 就是說 你如果輸了的話 你不是接受這個是民意 這個不是輸打贏要 仍然都是民意的勝利 民意的勝利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你給市民嘗試一次公投 他們就叫吃水滋味 他們就覺得我想下一次 什麼叫做仍然勝利 輸了就輸了 那都是市民決定你們輸 市民的意志勝利 那就是民主派精神自慰 不是 為什麼不是 你什麼都說勝利 你公投也有輸贏 民主派是不是真的代表民主 民主派是不是就是代表民主 民主派不是代表民意 民主派是你自己封 或者別人以前覺得你夠民主 你夠照顧民意去封 如果你現在開始不照顧民意 你就開始變成交民主派 是不是 你最後就變成假民主派 是不是 喂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見 不可以總辭 我要先用林梓健 我是林梓健 我上身了 最後回來再問一問中大同學 他們怎麼看 中大收到什麼封 萬元不去總辭 轉後見 好 拜拜